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朝在北京的皇帝共有十四位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紫禁城中处理国政大事 以及日常起居生活 不过其中有三位特殊的皇帝则不然 他们在北京城里竟然含有别的宫殿 这就是明英宗正统皇帝朱祁镇 明武宗正德皇帝诸后赵 和明世宗嘉靖皇帝诸后聪 更为人称起的是 这三位皇帝个性之奇特 经历之曲折 在整个大明帝国的皇帝中也实属罕见 而他们的个性与经历 又与这三处宫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意外的发生 这三处宫殿如今都已经荡然无存 但这三处宫殿和三位皇帝的那段历史 却有幸留存下来 任凭后人评说 那么这三处宫殿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三位皇帝在紫禁城外的宫殿里 又发生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 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 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袁崇年先生 继续做客百家讲坛 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大故宫第三部第十七集 宫外三宫 敬请关注 明朝皇宫外面 有三组宫院 这就是正统南宫 正德报房和家境西宫 今天我讲大故宫的宫外三宫 分三个小题目讲 一正统南宫 二正德报房 三家境西宫 先讲第一个题目 一正统南宫 正统皇帝朱祁镇 在正统十四年 1449年 土木宝之役 兵败被俘 这一天是八月十五 经过一年 到第二年的八月十五 他就被放回了 这一段期间 皇宫怎么办 就由他弟弟朱祁玉 继承皇位 这就是景泰皇帝 那明英宗回来之后 住哪啊 不能住皇宫啊 皇宫有皇帝了 就把他安置在南宫住 南宫在哪呢 就在金天南池子 附近那个地区 清朝这地儿 是瑞亲王 多尔滚的王府 后来作为普渡寺 现在还有一部分遗迹 那么正统皇帝 这时候不叫皇帝了 被尊为太上皇 也叫太上皇宫 本来这就没事了 景泰帝 住皇宫 太上皇 住南宫 这不相安无事吗 不是的 这里面就发生了一个大的事情 就是南宫复辟 就太上皇复辟 这太上皇好好待着 你干嘛要复辟啊 有原因 为什么要复辟呢 事处有因 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深层原因 另一个是直接原因 我先说深层原因 民建昌说呀 是天无二日 国无二主 那么这个时候的明朝 既有景泰皇帝 又有太上皇 是一个太阳 是两个太阳 是一个主 是俩主 这问题就产生在这儿 景泰皇帝想 把他这个哥哥放在南宫 宗伟太上皇 这事儿不就完了吗 没完 有个皇权之争 你把他割了南宫 他采取很多措施 他也怕着复辟啊 怎么办啊 门啊 枷锁 用兵看守起来 吃饭怎么办 你门枷锁 吃饭怎么办 史书记载说 善修从豆入 一不时据 什么意思啊 饭啊菜啊 不是从门进 挖个洞 从洞里的身进去 一不时据 还不是按时 想起来就送点饭给你吃 没想起来就饿着你 饿一天两天三天 这里史没记载 您说一个堂堂太上皇 送饭跟个狗洞 这么送进去 碗子再这么递出来 还没有完 这景太皇 你想想这还不安全 还这才就做事 怎么做事呢 枷高工程的城墙 南宫工程的枷高 砍发城边的大树 把树给砍了 怕什么呢 爬的树这么出来 他实现也不可能了 还有 宫门之锁灌铁 那锁啊 锁上就灌上铁 就打不开了 派兵严加防守 这么就把太上皇 囚在里头了 太上皇囚里头 他自己以为是很安全了 没有问题了 但是还有直接原因 什么直接原因呢 就是 明英宗的正统的时候 已经立了太子了 太子呢 就是明英宗的儿子 叫朱建绅 立了 那么景太帝 又当了皇帝了 他就想把那个太子废了 立谁呢 立他自己的儿子 叫朱建继 当太子 这事儿 他一人做决定 还要考虑一下大臣的意见呢 他怕大臣不同意啊 他就想了一招 想了什么招呢 就是发钱 每一个大臣发黄金五十两 白金就白银备支 就一百两一傻 既荣落又贿赂 等于花钱买选票了 这些大臣 鉴于他是皇帝 他有威严 就基本同意了 同意就把原来那个太子废了 废成一王 把他这个儿子 朱建继就立为太子了 这是景太二年的事 但是啊 他这个太子福分不够 景太帝福分也不够 他这个儿子立太子之后一年呢 死了 死了怎么办啊 你不能没太子啊 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啊 没得立了 这时候有的大臣啊 比如说张伦啊 等等就提建议了 说还是立 原来那个太子 就是朱建绅 把他重新恢复 才立太子 景太一想 我立了他做太子 将来他爸爸 怎么回事啊 就犹犹豫豫豫豫豫豫豫 正在这个时候 他又病了 景太皇帝又病了 这样就给明英宗的南宫复辟 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历史条件 大家最关心的是南宫复辟的过程怎么做的 我把这个说一下 先说是密谋 景太八年 一四五七 正月 景太皇帝病了 病了就不能上朝了 特别是正月十五这天 元宵节呀 大臣又要给他庆贺 又要举行宴会呀 要在奉天殿来做这事 他病了 不能上朝 大臣都来了 又回去了 太上皇那一方啊 一看呢 实际到 就密谋 借了这个机会了 复辟 提前一天 这时候还已经三天没上朝了 提前一天 就是正月十四 几个官员就开会 在谁家开会呢 在徐有珍家开会 徐有珍干嘛的呢 徐有珍原来名字叫徐影 就是当年立景太皇帝的时候 那时候正乱的时候 他就提出来什么呢 其实叫迁都 迁都南京 徐迁就说火了 说严迁都者斩 他也就不吭声了 不吭声 别说老拿跟他开玩笑啊 他就没面子 改名字 徐影就改名 叫徐有珍 会呢 就在徐有珍家开了 开了就商量 怎么伏辟的事 当然是绝对机密了 徐有珍就提出来 说这事太上皇 知道不知道啊 别说 以阴打以 已经秘密了 通达这事了 他也点头了 说好 那么咱们再继续策划 正月十五 没上朝 下面就蕴壤 正月十六 又在徐有珍家开会 徐有珍呢 人到齐了之后啊 就趴在房子上了 趴在房子上干嘛 就仰观天象 是真观天象呢 还是个阴谋啊 就另说了 完了 他就从房顶上就下来了 他说了一句话 说事在今夕 今天晚上 不可迟疑不能完了 就是对他们南宫复辟的日子 就是良辰吉日 就是征元十六在夜里头 根据什么 说他看了天象了 这最合适 完了他就跟家人诀别 跟家人就说 说得很凄凉啊 说事成设计之利 不成 蒙户之祸 这事做成了啊 江山设计有利 就是名中复辟成了 不成 蒙户之祸 那么须有真和相关的人都得灭门了 灭九族啊 他又说 归 人 不归 鬼 胜利了回来 我当时活着是人回来了 失败了 那不就杀头了吗 就变成鬼魂了 就是他这个政变呢 是抱着杀头和灭门的 这么一个政治风险 来做的 酒鬼酒富玉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南宫设施严密 守卫森严 抱着必死决心的徐有珍等人 会怎么做 这样就是政变事先都秘密做好准备的 夜来四更天的时候 四谷的时候 就秘密的就到了南宫 南宫那个大门打不开啊 钥匙也不行啊 锁着缝挂着铁了 事先准备好那大木槽 掉起来 撞着门 也撞不开 找了几个勇士翻墙进去 挖洞 从城墙挖 那个院墙挖个洞 这样又挖洞又撞门 里应外合 就把门都开了 开着就涌进去了 太上皇这时候是四古天的时候啊 四今天的时候啊 就点了灯说什么回事啊 配着衣服啊 说快快快 干嘛 上年就抬着轿子来了 他就还没闹情怎么回事呢 就练推带嗓就敷了脸上了 抬起来要走上人太紧张了 就挪不动腿了紧张了 张宋南宫出来 这不难吃的吗 一拐弯不是东华门吗 到了东华门 门卫关门不让进 说没到开门的时候不能进 这些人就喊急啊 就高喊 说太上皇爷 说我们台里是太上皇 那门卫听太上皇来了 开门嘛 这么就拥进去了 进了东华就到了凤天门 凤天门就到了凤天殿了 到了凤天殿呢 就到殿里头那个宝座呀 没安在正中间 是挪在一边的 因为景太帝好几天不让着了 但也把这个宝座又挪走正中间 现在我们看到宝座固定着不动了 当时是这个情况 完了就把这个太上皇啊 截着脸吹在服务在缠着 就把他坐在宝座上 这个时候天就亮了 那个大臣呢 就就来了 来上朝来了 这是正月时期了 来上朝 在这个凤天殿前头 大臣按着朝班 这样好了 就等了 上朝了 那一敲钟 认为是景太帝来了 刚要跪拜 里面就喊了 凤天殿喊了 太上皇复位 就太上皇已经复位了 政变的几个人呢 叫高喊 万岁 万岁 喊万岁 山湖万岁 底下是群臣呢 也摸摸着头脑也跟着喊 万岁万岁 山湖万岁 这么复辟就算成了 复辟成了 那原来那景太帝怎么办呢 废了 还废成成王 过了七天呢 成王就死了 死的原因 有的时候给毒死了 有的时候又生了病 又生气 又害怕 受了惊吓 不管什么原因嘛 我们不管他 反正就死了 藏在哪呢 藏在西山 没藏在十三陵 所以十三陵 明朝在北京 十四个皇帝啊 十三陵啊 缺一个 就缺着景太帝 他放在西山 南宫复辟这件事情啊 历史学家 可有各的看法 我决则 就景太帝来说 他对太上皇 有两条可以思考 哪两条呢 刘 则静之以礼 否则 记之以鬼 记不静 又不记 自招祸 天难救 要么你就好好静了 所太上皇好好恭敬他 要不呢 你就记他 把他做鬼 记他 也没有问题了 也没有复辟这时候了 你既不静他 又不记他 通过就不杀了他 是不是 既不记他 又不静他 这是留下祸根了 天也难救你 那么对明英东来说 他复辟之后呢 改年号叫天顺八年 他是正月时期复辟 天顺八年 正月时期 死了 死了 很巧 做太上皇 那几年的时间 我说明英宗啊 他有四个大 受过大难 吃过大苦 见过大事面 他一直说到盟国 见过大事面 做过大思考 国家事情 他在求人几年做思考 所以他复辟之后啊 他有一些建树 比如说 宫女的殉葬 从他的开始取消了 以后就没有后宫殉葬了 史书说他 盛德之事 可以为后法也 他有好的事情 后的还可以消法 明英宗两次成帝 在大明帝国十六位皇帝当中 堪称空前绝后 绝无仅有 一生几经磨难 命运曲折的明英宗 在复辟成功之后 也做了几件 颇为史家称道的好事 然而 明英宗并不能挽救 大明帝国日益走向危机 儿孙一个不如一个的趋势 几十年后 他的曾孙 明武宗正德皇帝诸后赵 竟然成了史上著名的 胡闹皇帝 荒唐皇帝 而正德皇帝所做的 那些荒诞不惊的事情 又与一个名为报房的宫殿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么报房音和得名 正德皇帝在这里 又到底上演了怎样的闹剧呢 我再说二 二正德报房 正德皇帝诸后赵 十五岁继位 在位十六年 活了三十一岁 他继位以后了第二年 他就不住在皇宫住 他住哪 住报房 报房在什么地方呢 大体上现在在金 北海公园西岸 国家图书馆 封馆往西 大概这一片地方 这个报房原来就是养报的 由虎房 相房 报房原来养报的 后来把这扩大了 因为他喜欢看报 喜欢看虎 把这扩大了 这里公院 他就干脆就在里头住了 所以这地儿呢 就还继续就叫做报房 明朝就叫报房 正德皇帝 我觉得他一个特点呢 是玩皇帝 在位十六年 就一个字玩 你怎么说 他是玩皇帝呢 我一条条说 第一 乐舞 喜欢听音乐 喜欢看舞蹈 这些人哪来呢 他就通知 何建福等等各地 凡是音乐好的 唱歌好的 奏乐器做的好的 都集中到北京 一天多的时候 上百人集中到北京 叫房里头 给他演出 有时候晚上他就直接去 到里面去看 看完了喝酒 完了就在里头睡觉 他这事 有人给他办事的 有一个宁臣叫千宁 就会给他办件事 伺候他 舒服服服 高高兴兴的 后来这个千宁事放了 朝在家 这千宁玉带啊 两千五百数 就两千五百条玉带 黄金十余万两 白金 就是白银啊 是三千余箱 一箱子一箱子 三千余箱 他有其他东西 但这个千宁后来也没好下场 就他伺候 玩 乐舞 第二 荒饮 郑德皇帝是荒饮 三宫六院 七七二十这不算 就到民间 收刮这民女 用车就装 一天呢 几十车 往报房里装 有人都害怕呀 处女寡妇 就赶紧的 急着 配人 见着光棍就驾 我这得说 他下去抢民女的时候啊 这太荒唐了 和尚也抢 剃着头 剃光头也抢 妇女也抢 就装着车里头 一车 一车 就和尚和民女 就装一个车里头 这一个车 十个人 几十人 一车 好多的车 沿着坐 车就往前跑 他那车 他不是奔驰 宝马 他坐得那么舒服 大了木头 路也不好 也不是高速公路 马车 赶快 这个人在里头 他就来回晃了 车盖顶上还有一个 还吊一个球 你这车一晃 那球也晃了 和尚脑袋 他是亮的 和尚脑袋 亮着 碰着球 就来回这么晃 一晃 这个人也来回摆 男的女的摆 叫和尚和妇女 相拥 就来回 你说我 他还在取乐 看他哈哈 大笑 很有意思 挺好玩 这么一个荒唐皇帝 第三 五而五 您都当皇帝了 他封自己是总兵官 封自己是大将军 还训练军队 军队是什么呢 是一些太监 促成军队 他自己当队长 训练几些太监 那些太监体力 都比较弱 他不是那么很威武的 那怎么办 他们是放炮 枪炮 明枪放炮 枪炮之声 远达九门 北京城门 不是内九外七 这城门都听见到 他在那玩 舞的枪炮声 第四 仰寿 明朝皇帝喜欢养飞禽走兽 有白鸟园 这种类很多 动物有虎 豹 鲍 鹿 狼 犬 犬 那时候就有丧鸥了 藏犬不就丧鸥 鸟 种类很多 他玩老虎 我这正常玩老虎 他跟老虎斗 他说老虎 他不通人性 你挺高兴 他也挺高兴 上来就抓他咬他 就被虎伤了 对 老虎抓伤了 抓伤了 你没法上朝 你那脸抓一块 没法上朝 好伤势不上朝 原因是什么 是老虎把他给抓伤了 第五 酗酒 郑德皇帝 他不是喝酒 他是酗酒 走哪儿必带着 酒杯 酒勺 快酒那勺 酒甕 酒坛子 走哪儿在哪儿 史书说他 所至则醉 行鸡附近 日益为常 走哪儿就喝 喝就醉 所以醒了后再接着喝 日益为常 天天如此 所以我说他走到哪儿 喝到哪儿 醉到哪儿 睡到哪儿 醒了后再 接着 他有时候在哪儿喝呢 就在这儿报房喝 谁陪着喝呢 就我刚才说 那个乾宁陪着喝 喝一喝 这儿都喝醉了 喝醉了 那个乾宁就在那个床上躺着 郑德皇帝呢 也喝醉了 喝醉也躺了 躺就找不着枕头了 就把这个乾宁那个肚子当枕头就这么躺着睡 睡到天亮了 这酒还没醒呢 就百官就上朝了 这等着皇帝呀 等到中午了 这皇帝还没上朝了 就这大臣不敢睡着啊 等到下午三四点钟以后 这个乾宁来了 大伙知道皇帝要出来了 要上朝了 就这么荒唐 他不是以正典上朝 而是什么时候酒醒了 什么时候再上朝 大臣也很苦啊 早上很早 等着你等着帮我玩 你才来上朝 酒鬼酒赋予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神秘的中南海 光绪皇帝如何在这里度过最后的十年时光 秀美的北海如何建筑 郑德十六年 一生胡闹的郑德皇帝病逝于报房 中年三十一岁 由于他没有子嗣 他的堂帝诸侯聪意外获得皇位 即明世宗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活了六十岁 在位时间长达四十五年 可是他的后半生二十几年时间 竟然彻底搬离了在生活上 已经习以为常的紫禁城 而是住到了位于京城西院的西宫之中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嘉靖皇帝如此反常 一生追求延年益寿 长生不老的嘉靖皇帝 又是如何走上不归之路的呢 下面我讲第三个第三 嘉靖西宫 嘉靖皇帝十五岁继位 在位四十五年 活了六十岁 嘉靖朝发生一个大事情 我前面讲过 就是嘉靖二十一年的人银宫变 在千庆宫被杨金阳等等 这个宫女业里头拿给勒 就差点勒死 后来就活了 一次被蛇咬 十年把锦绳 他对千庆宫就不住了 住哪儿呢 就住在西宫 西宫在哪儿呢 就是在现在中南海的中海北海西面那片地方 大体上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 封馆马路对过那一块 所以我说嘉靖四十五年 前一半时间基本上在皇宫住 后一半时间 主要是在西宫住 嘉靖的皇帝 我说他有四个号 第一 号大兴普牧 明朝好多建筑是嘉靖所做 二 号改变原有规制 好多规掌制度明争都在他这时候变 三 号大搞道教重奉 北京皇宫的千安殿 还有大高玄殿等等 都在他这时候 四 号求昌生不老 最后昌生不老 吃呆药把他给害了 嘉靖皇帝在西宫 特别是后期 插着给勒斯之后后期 他精神萎靡了 身体又不好 更迷恋于酒色 其中一个姓尚 尚美人 嘉靖晚年 特别喜欢这个尚美人 在西宫专门给尚美人 做了房子 日夜不离 专宠 这个尚美人 尚美人很小 很年轻 小到什么程度呢 当时谁不老 到嘉靖四十五年 就他死这年 过生日的前两天 给这尚美人 给封 封了一个妃 叫寿妃 才知道 要册封了 才知道 这一年 尚美人十八岁 那么五年之前 受宠的时候 尚美人是十三岁 许岁 他跟尚美人 还有一段故事 就是他住在 叫永寿宫 就是西宫 名叫永寿宫 布置非常好画 皇宫里好多的珍宝 就挪在这宫里 他天比较冷的时候 他那个杖子 是貂皮的杖子 他给尚美人 在这干嘛 一个喝酒 玩火 小羊火 不小心着火了 整个永寿宫 这个宫殿 化为灰烬 很多的自画国宝 在这场大火 都烧了 他收集那个 龙仙仙 花好几年时间 全国的力量 仅仅收集了几两 也在这场大火当中 烧 后来 冲建 冲建什么 从三大殿工程 挪点料 又有冲建 冲建一些叫做万寿宫 到嘉靖四十五年 他就死了 那嘉靖皇帝住西园 很荒唐 必然有宁臣 皇帝 荒唐 身边 必有宁臣 这个宁臣 叫 园尾 嘉靖皇帝 他喜欢养猫 特喜欢一只猫 那个猫 长得那形状 像狮子 所以叫狮猫 有一天 嘉靖皇帝 你最喜欢这个狮猫 死了 哎呀 他心疼了呀 饭也吃不下 觉也睡不着 上面人怎么哄他 也晃不过劲了 他说 要做一个金的棺材 黄金做棺材 把那狮猫装在里头 隆重的举行赞礼 他给埋了 说还不行 还得写一个导词啊 表彰这个时髦的功劳啊 让大学士啊 宰相啊 内阁汉林啊 你是你们都写 写我说我选 哪个写好用哪个 这大学士啊 什么 汉林呢 觉得你说一个毛死了 我写倒死了 将来后世人会骂我的 是不是啊 说你拍瓦屁也太离谱了 就敷衍 好好说我们写 哎这事我反复琢磨 要写好就拖 另外有个宁臣 这个宁臣叫 元伟 他说我能写 他写 他谁人家写了 其中有一句话 就歌颂着诗毛 化诗为龙 家境一看啊 太高兴了 我最心爱 这毛死了以后啊 诗了毛死以后啊 他的阴间就变成龙了 还继续跟我一块 陪伴我 这元伟 潘马屁啊 所以就受重视了 就官就不再升 这元伟 后来升到上书 升到大学士 但是这人 他确实是做太多了 他就不长寿 五十一岁 就病了 病了赶紧回家吧 死在北京啊 死在路上 明史元伟 传 对元伟之死 有一个评论 人家物质 人人都厌恶他 明朝宫外三宫 是一面历史的镜子 将正统帝 正德帝和家境帝 后宫的纵淫放荡 胡作非为 专制滥权和丑恶灵魂 映现的淋漓尽致 从镜子里头照的淋漓尽致 这个历史经验可以看出来 皇权应当被阅售 军权必须被监督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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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